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听 收睇及阅读《语文踢爆之》 说文解字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美国 华盛顿 纽约和三藩市 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所享受的外交豁免权取消 这三个办事处要结束运作 当然 现在要等参议院通过才成为正式的法案 参议院通过 然后总统签署 成为正式的法案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取消了你的认证 这个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看背景 我们也不需要在这里啰嗦 香港这几年变成这样 国安法有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两套国家安全的法律 去控制七百万人 打压人权 然后将原本有一半直选议席的立法会 改成成共产党可以完全控制的议会 一个反对派也没有 清一色 连区议会也是这样 香港还有什么前途 你告诉我 你多行不义 中国人也有句话 多行不义必自弊 美国搞你一定的 你不相信 你叫你大佬和他开战 李家超 又说人家要付出代价 又会强制反制 强力反制 照一块镜子才行 他就说 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 通过所谓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认为这种做法就是 双方的经贸关系遭到破坏 受害的就是美国商界 之前说了 外交部都 就说 美国如果一意沽行 国家会有切实有力的反制措施 你代表习近平 对不对 他告诉你 有切实有力的反制措施 那是什么反制措施 你告诉我 很简单 在香港 叫这个驻港总领事馆 关门 你又没有这个权 对不对 你建议习近平 或者建议外交部 你跟王毅说 打个电话给王毅 你有没有本事 打个电话给王毅 他现在是中共外事办的头 也是 现在 在代表这个外交部长 打个电话给王毅 就行了 李家超打个电话给王毅 叫他 叫美国总领事馆 叫他关门 应该这么做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要关我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 我就关了你的领事馆 这些是很大事的 不是你说到事的 这些也不会是北京的所谓 有力的反制措施 反制是要对等的反制 但是 如果能关上香港总领事馆 就是广州总领事馆 能不能关上 上海能不能关上 接着在北京的大使馆 就是在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 能不能关上 那就是断交的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条 拆头说事 有力反制措施 书又没有读过 外交你又不懂 只懂得拆鞋 只懂得拘捕 习近平屎 当然有些人说 你不用这样骂他 他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座官 他也要表态 于是我就想起 寒愚有一首诗 有两句说话 很多人都懂的 我写文章有时都会引用 匹浮陷大树 可笑不自量 我们做出图 港共多行不宜 驻美经贸办即将被设 李家超匹浮陷大树 轰美丑恶 他说美国丑恶 无耻 只用形容词 我告诉你 所有有力的声明 不是靠形容词的 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这些形容词 人家就当你在够说 你明白吗 强而有力的 那些所谓反制的声明 是不需要用形容词的 要用实际的行动 在那篇声明里面 有一些具体的动词 名词 这些所谓报告用语 那你才有力的 是不 你用形容词有什么用 是不 好像他那个写法 叫中联办部 写一个稿给他 他怎么说 美国国会众议院 日前通过所谓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认证法案 鼓噪 这个形容词 动词 这个动词 是有很明显的价值判断 鼓噪 说他这种是鼓噪 人家这个鼓噪 在国会里面投票 民选的议员投票 通过这个法案 那个叫鼓噪 鼓噪就是说话 或者他发表一些意见 删除那三个办事处 或者我们要修改法例 这个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认证法案 要修改 是吧 等他没有这个外交豁免权 那 未成事的时候 未做的时候 这个就叫鼓噪 现在不是鼓噪 现在通过了个法案 知道吗 这个头头 看看人家现在在做什么 才行 不是鼓噪 这个是 鼓噪取消 他是立法 李家超先生 他是立法 取消香港特别行政 他驻美经贸办事处的特权 和豁免待遇 甚至关闭办事处 那个不是鼓噪 你弄错了 是立法通过 取消香港特区驻美经贸办事务处 特权豁免待遇 甚至关闭办事处理 都要这样写 是立法 然后你谴责他这种立法 应该是这样的 你怎么说都不懂得说 是吧 鼓噪 出席这个行政会议前 就强烈谴责美国众议院 通过所谓 那个不是所谓 下一步参议院 高票通过 跟着总统要签署 你现在那些 是通过所谓 这个国家安全法 可以吗 通过所谓 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可以吗 诋毁香港国安法律 抹黑中国内地和香港 美国有几乎全球最严厉 最广泛的国安法律 但以国安法 为由打击竞争对手 有政客为求自身政治利益 将损害香港与美国的正常 和贸易关系 这种说法也是很白痴的 你明白吗 你说它抹黑 抵毁香港国安法例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说 美国几乎有全球最严厉 最广泛的国安法例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都不够美国恶 我们都是恶的了 我们都是打压人权 不够美国厉害 但是你没有忘记 美国这些国安法 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议会代表去立法的 你国安法是什么 是民意代表立的吗 是人大常委立的 港区国安法 根据23条 香港自行立法 那个议会90个议员 全部都是共产党奴才的奴才 那些是橡皮图章 他有民意基础吗 你都经不起一搏 我说这些东西 你都觉得我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我一定要指出 你李家超那种无耻 和无知 你又无知又无耻 那怎么办呢 现在你警告美国商界会付出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呢 然后就去说 最近五年的贸易顺差 去到二千多亿美金 那又怎样 一年五百多亿很多钱吗 贸易顺差的原因是哪里 那你不要买美国的东西 为什么美国买你的东西 比你买美国的东西 那才会有贸易顺差 美国不是贸易亦差 就好像美国和大陆做生意 那个贸易往来 它是逆差的 是吧 不是美国没得买的吗 很简单的道理 贸易往来是互通又无的 一定是这样的 昨天是星期二 开行会之前 见记者的时候 又丑陋又无耻 美方现在竞争处于下风 你怎么知道他处于下风 叫李日常风 要你香港看一个市面 就像你做这个特首 这两三年 你看香港现在变成了什么 是吧 你真是照照照一照照 你相信盆水 不信盆水 拖得尿照 是吧 在你主政的这两三年 香港现在 撿了多少间店 先收拾幾千間 真的浪費氣 其實我是喜歡咬文雀字的 剛才可以教識你 找人轉給他看 皮浮嵌大樹 可笑不自量 是韓語當年寫的一首詩 是長詩 其中幾句我用 韓語條章席 不要說粗口 這不是他的仇人 李道文章 即是李白和杜埔 江艷萬丈長 不知群疑餘 哪用故磅傷 皮浮嵌大樹 可笑不自量 說文解釋一番 不懂得回去讀書 垃圾 這個真是垃圾到極 說著說 由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到林鄭月娥 然後第五個叫李家超 那四個都是很不行的 原來一個給一個不行 這個是最垃圾的 其實你要寫一篇去譴責美國 眾議院通過這些所謂的法案 是有很多種寫法的 要說理 你只是在那裡謾罵 又無恥 又醜惡 又說他競爭處於下風 你共產黨 你爺爺也不敢這麼說 他競爭處於下風 習近平也要說和平共處 中美合則兩利說這些 你以為會用這些形容詞 又無恥 又抹黑 又醜陋 用這些形容詞 那美國人就怕了你 然後你的國家 中共政權就會有力措施 反制他 很簡單的 反制他 你夠膽就跟王毅打電話 告訴他 不行啊 我建議外交部應該要出手 把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 關掉他 叫他們撤退 你嘗嘗 真的 你嘗嘗跟他說 看看他坐不坐你 很簡單 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 在四年前出的那本書也說 這是一個天下為中的局面 當然有整個 你可以說地緣政治 又可以說很多事情 任你說 主要就是因為 你共產黨這個政權 尤其是在習近平主政的這段時間 基本上你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文明社會 文明國家 就是一個隱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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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2020年那次武漢肺炎 輸出病毒 搞到全世界總共死了七百幾萬人 美國死最多 這條索尾跟你算 你真是認識鐵嗎 你真是 整個國際形勢 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小學生都可能認識 中東也有事 俄烏戰爭拖了兩年多 眨眼很快就打了三年 天下大亂 你共產黨現在 老實說 全世界都當你敵人 這是很清楚的 你看最近 美國 不要說眾議院這次 這條法案 喂 美國國會 不分共和黨 不分共和黨 或者民主黨 全部都是反中的 很清楚的 對不對 當然 民主黨有些人就認為 譬如 我經常看《紐約時報》 我每天都要看 因為它是民主黨的 機關報 但是這張報紙是全世界最高質的報紙 所有新聞 所有新聞 在《紐約時報》 都是適合刊登的 這麼厲害的 等於那時候 香港曾幾何時有一張《日月報》 現在變成垃圾報紙 他說它是最有公信力的報紙 《紐約時報》真的是最有公信力的 但是這十年八年 你看到在政治上 它那個只是一面倒 就是傾向這個民主黨 已經不可以說是一張有公信力的報紙 剛剛提到 美國國會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都是反中的 但是共和黨更厲害 所以 《紐約時報》 他最近也有一篇報道說 眾議院裡面的共和黨 共和黨人 做了一大堆 一些法案 都是針對這個中國的 針對這個中國共產黨 中共國 例如要削減對中國的敏感行業的投資 或者打擊那些 所謂的數據盜竊 間貼活動 和確保更多的中國進口產品 受到這個要徵稅 和強制勞動標準的約束等等 有很多這些所謂的法案 在眾議院裡面 是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 而是推動的 所以 現在的形勢是很清楚的 所以香港沒有運行的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歸根究底 所以物有本末 事有宗恥 是怎麼來的呢 是嗎 在幾年前 特朗普還在做總統的時候 他就已經向你中國宣戰了 大哥 貿易戰 是不是 科技戰 是不是 所以可以異權 如果特朗普可以 贏到這場選舉的話 他也可能會繼續 在他上一任裡面做不到的事情 對中國強硬的措施 特別是貿易 科技這些 到他做總統 他也會做的 是嗎 當然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評論 譬如 剛才我剛才說 柳佑時報 如果特朗普當選 最大受益的人 就是中國 會這樣 大家 回顧一下過去就可以了 民主黨是不反共的 OK 是現在沒有辦法 床板夾 是嗎 型格細金 你才反共 反中 民主黨基本上 就是不反共 大家都叫他左膠 很多人是社會主義的 所以特朗普說 這個Harris 你是馬克思主義者 但這種說法又過分 他又不算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是社會主義者 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 民主黨本來就是這樣 或者自由主義 或者自由主義 皮浮堪大樹 可笑不自量 就是李家超 收射陣